等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先把鸟借回到我家里面了 拿上来的途中 我们对视啊 他的眼睛是一只白色一只黑色 当时把我吓得不轻 后来发现白色只是 眼皮 他闭上眼睛 就是白色 反正算是长见识 让我们一起看看的东西吧 我是仓主三哥 我现在面临的很严肃的问题 我上一期在楼下 发现了一只掉落的鸟 然后就把它捡回来了 但是他现在 我感觉他很自闭 不要想到我也很自闭的 不要这种情况 我好懵逼哦 我感觉他得看着我 然后我也得观察他 他的爪子有点像那种 特别锋利的那种 反正想象就是一只小鸟 就是吹眼眼间呢 我们能清晰的看到 这只鸟还敢扳着白眼 就是要摸起它 我害怕他抓我 他要要要 等眼睛等眼睛 等他转着 找他的嘴 很锋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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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